早上产美金企业 10月28日星期五 本来早上回来报道 美金似乎做好一点 因为人民币再次做了近期的高位 但同时亦说金是上升了 但若回来看走势 似乎不是想象之中金升了很多 其实是没有怎样升 为何会有这样的状况 看小池图可能会清楚一点 看金的走势 大家留意到是否昨天的金会上升 因为很明显看到星期二和星期三 好像有个星期转向的意味 但昨天的金指一跌 当然是很肯定 但也不是有很显著的升势 只是在星期三的日落稍微反弹 但实际上不是升很多 大家要知道这件事 以这形态来看 亦是等于回了较大的幅度 即是七六四的问题 实际上我会觉得那金指是横行 所以今天会怎样看呢 看昨天给大家一些建议 其实也会建议大家先驾沽 我记得昨天说过为何我们会这样考虑做法 建议大家66.7买 621再买 上边建议大家76、83、96沽 虽然我们都 幸好 不是做到沽 结果昨天最低是1266.1 刚才给我们买到日落 加上密货差价 但又是同意 买到日落也没用 其实不是怎样赚很多钱 最终是买到七十 即是几元 到现在 仍然站在七十这些位置 当然了 昨天建议大家第一目标是摆七十 即是平了 今天有些事情要和大家分享 以往大家知道 有这样的样子我一定会建议大家沽 什么意思呢 可能去到七十 例如上周四的日落会沽 但今天周五是另作别论 为何呢 因为美元升已经已成定局 但周一仍然是31日 现在周五 正常来说美元应该是今天都会升 但美元升 今天的金融应该看跌 但又会知道 今天周五会不会去到又是单边美国市的金融 因为大家都担心周六有突发风险 而令到美元和金融一起升 所以今天就变了 我觉得升又可以跌又可以 但我会担心终的问题多些 觉得美市会升 所以今天可能会建议大家接近七十二楼上会沽 但下面买那里就要看一看一看 因为如果它做低一点才升 都还可以 但又要留意时间性 例如去到美国市 如果就已经跌了 反而去到接近美国收市的时间 可能会建议大家再买回 所以可能有一些条件性的入市 当然了 详细的状况 我会放在公司的网站上 今日的报道先到这里 到晚了 到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